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这期呢 咱们测试一些新到的特殊膜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测试的是炫彩膜嘎嘎闪 膜量保持在55左右 特殊膜不需要太多的白膜 今天是用我们这台DTF-A30进行打印 进入转印时刻 150度高弯压躺10秒 OK了家人们转印完成 这里有个注意的点 特殊膜都建议冷丝呢 炫彩膜比较成功 接下来测试的是幻彩膜 将幻彩膜放置完成准备打印 这里做了快镜 直接看成品的离形程度 这个脱离程度是很好撕的 注意看这个粽子 幻彩膜的展示效果 接下来测试的实践变膜 还是游网的流程放置好 然后准备打印 汉森板卡和艾普森的喷头 让打印效果更佳 渐变膜肉眼看起来会有点发黄 切开之后 渐变膜残留程度也是非常OK的 可以看出来稍微有点发懒 那么好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土豪精全筋膜 开始转印 开始压烫15秒 150度高温可不能少 全筋膜对于图案效果不是太好 如果打印字体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小伙伴们下期让我们继续测试 测试各种特殊膜